我们俩认识也有一年多了 我觉得她长得也挺漂亮的 而且人也特别善良 她做了很多的事情 让人觉得很感动 我觉得一个人能有这份耐心 这份执着 让人真的是心里觉得是非常非常温暖的 但是自从她接受了我以后 我总觉得她就是过得比较不快乐 不论我怎么去哄她 但是她一直还是那样的 情绪比较低落 我对谁都不冷不热的这种 就是在前两个月吧 她就是觉得我老有事情好像瞒着她 然后就感觉她整个人就变了 状态就不一样了 最近发现她有一件事就瞒着我 所以我非常伤心 我就觉得要么你就把你的一律说出来 好就好好的 要么就算了 恋爱当中这种不冷不热 有的时候确实挺伤人的 我相信男嘉宾可能今天来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就是想知道女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婶28岁来自陕西 是一名商务经理 女嘉宾洛洛31岁来自陕西 是一名文蜜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啊 愿意在这个现场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大三岁是吗 对 怎么认识她 我们倒是就在两年前嘛 两年前也是在就缘分嘛 就一起进了同一家公司 倒是呢我就看见她就本身也长得漂亮嘛 人也比较文静 再加上就是我们在培训过程中 她那个学习特别努力 影响非常好 下体决心要去追她 而且就整个追的过程中也是非常艰难 真的就追了就有一年才追到 追了多久 追了一年 怎么追的 每次培训早上都是来的最早的一个 首先把位置站好嘛 把她的位置也站好 就是每次过来就把她拉到我这边来 你那哪是拉呀 纯粹一拽 拽你跟前去干嘛呀 我在哪都能听培训 做你跟前去干嘛呀 刚开始就她也是特别不愿意嘛 后面就说也是就 拉了好几次之后 她慢慢她也就是无所谓的 把这个坐下来 拉拉扯扯不太好看 是吧 是同事都议论 感觉特不好 但是她拉拉的时间久了 我就觉得那做一两回吧 你这行啊 上来先拉手啊 接着说 为了更进一步嘛 经常约她去吃饭 她也不来 老是拒绝 所以我就趁着中午嘛 也是约了好多次 好不容易就会有一次 然后她终于答应了 到时候可怕高兴坏了 专门就跑到饭店 你约就约吧 你跟那么多同事说什么 让这个给我说 那个给我说 当时也是比较高兴嘛 特别兴奋 吃饭就算明确了 爱关系了嘛 还没那么容易 然后就这样 就持续嘛 持续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候 当时正好就是 也是啊 感觉约会差不多到了 当时那个她妈妈 完之后就是 也要做个小手术 不是 缘分到了 跟她妈做手术 有什么关系 听我说 她妈妈就做手术嘛 完之后最好到医院 当时我就感冒了 最好就在一家医院 就碰上了 碰上了之后 完之后 我就看她脸色也不好 我就把她送回去 让她好休息 让她不要管了 然后我去照顾她妈妈 去了之后 医药费这些都是我店上 白天晚上都在照顾她妈妈 从那以后 可能就说感冻了 然后就说 也是摸热了 就是吃我的女朋友了 终于才把她 确定下来 她变成你的女朋友的标志 是什么呀 是拿一喇叭 跟所有的同事说 我们是男女朋友了 还是 那倒没有 我就说 她就是 哪没说呀 跟这个说 跟那个说 不就这么点事吗 用得上 跟别人那样去炫耀吧 记点特烦人 有了漂亮的女朋友 当然要 宣传一下 你是拿了个喇叭去宣传 难道你看人的标准 就是漂亮吗 那你干脆拿一花瓶算了 那要是 被别人的 再开始追 那我不是 就要面临敌人了 那就太明显了 你干活的 你有没有 亲我呢 没有 他不让 今天来干什么呢 以前我追她的时候 她那样冷漠 我就无所谓 但是已经确定是男女朋友了 她还是那样的 我就太受不了 她怎么冷漠你呢 我给她发微信 她还是就不回我 我每次都要发好多信息 这么每天都会去发 那你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你说那些废话有啥用 有这么大个人 我肯定会吃饭 肯定会睡觉 我觉得很最长 你说为了自己感情 而是关心一下 很最长 而且我就经常给她打电话 基本上每次都是 我就会给她打电话 主都给她打电话 你们俩看过电影吗 只看过一次 你们俩出去玩过吗 很少出去玩 你们俩在一起逛过街吗 逛过两次 看了一次电影 逛过两次街 你们应酬彼此的朋友吗 有一次我帮那个 我帮我的一些 就好朋友们 交到一块一起去吃饭 当时拉着她也去了 她去了之后 就特别不给我面子 你说我那么多朋友 然后就要给她介绍 她也是冷冰冰的 我们在一起吃饭 我们就喝酒 她也就不打招呼 然后就吃一会儿 后面她就煮的 哪没打招呼 不是跟人问好了吗 这不跟你去了吗 哪没给你面子 你难道你的要求也太高了 让我就陪着她笑 陪着她喝酒 我又不喝酒 我又不是卖笑的 为什么要给她笑 你应该可以喝个其他饮料 隔天聊聊天 认识钱吗 我不喝饮料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第一天认识我是不好 那毕竟该是认识我的朋友吗 你说我们这个一个饭 请问面子值多钱 我同情你 饮料不喝 人家也不是卖笑的 面子又不值钱 那我问问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看电影呢 我不喜欢看电影 闹后空的 那你喜欢什么呢 我就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你就喜欢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对 那你跟她谈什么恋爱啊 那是她要追我的 又不是说我要死巴掌 要追她的 那你可以告诉她 你说我这一辈子 我就一个人待着 你们都讨厌 走开她不就明白了吗 我明事暗事都不管用 人家就要这样子 你说好不容易过个情人节吧 我当时也是就买了个钻件 然后把她约到那个西餐厅 然后就拿着玫瑰花 到时候就到时给她 就说跪下来 然后给她求婚 结果她头一转就走了 把我一个人撂在那 我那么多人都看着我 我当时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不是我想问 你觉得结婚是什么吗 你就跟我求婚了 但是我们已经就谈了 也就也比较长的时间了 你觉得你了解我吗 你觉得火候还到吗 你说火候不到吧 你说我去夏美当时去那个出餐 我第一次见大海 我在海边玩了 我当时非常快乐 但是我给她把我拍了一些照片了什么的 然后给她发过去 但是她还是就能要不理我 哪没雷你 我不是跟你回来 我知道了吗 难道你真的看海了 我看见了吗 我就跟你一样高兴 我知道就行了吗 你玩你的 你高兴你的 就知道了吗 你说我那个正常人 你看发过来 你都是比较高兴 你说我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知道了吗 你就高兴你的吗 这也就算了 但是自从我那个 从那个夏美一回来之后 她就变了 然后说以前 你知道不主动打电话 要了那么多次 看电影 她都不去 但是回来之后 她主动就说 要我跟她一起去吃饭 还在主动 要我跟她去看电影 我当时特别高兴 当时我就 我说怎么就一下子变了 我说我一块石头 终于午热了 但是突然就 出来一个男的 就有一天 我就迫见一个男的 他就说 他是他的那个 前男男朋友 我还说 他们已经就要复合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让我离开他 还危险我 我实在就是小朋友们 这个巧合也就 我不是请你多吃了两次饭 跟你看了一次电影吗 我哪就变了 我觉得我就这样 我对谁都这样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 你认识我两年了 既然你能从第一天 我就那样 你都能追到现在 我就觉得 你心里应该有谱 而且那男的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说的话你就相信 他也找我了 他也威胁我呀 他跟我跟你说的话 是一样的 但是那是我们两个的事 不是你跟他的事 知道吗 你别把自己扯进来 跟你没关系 这事我能解决 事情已经把我 就要扯进来了 再说这个事情 你是你要把你自己扯进去 不是别人把你扯进去 他跟你说啥 你就信 我跟你说啥 你就不信是不 你之前也没有跟我说 而且这个事情也 我凭什么跟你说 我跟他都分手了 我跟他都完了 我跟你说什么呀 你觉得我应该跟你说什么 我有个男朋友 爱我们以前怎么样 你觉得你爱听吗 你说爱听 你爱听我就跟你说 你说爱听 快说 你得听听他怎么变成这样的吗 爱听 真的爱听 您说说吧 你爱听吧 我爱听 你说说说 我就跟他认识两年了 我也是这么对他的 我觉得他毛病挺大的 常威胁我 还有时候还就想动手之类的 我就觉得不合适 我就跟他分了 但是人家觉得 现在就是在外面有几个女朋友 觉得我这是最省事的 也不要他关心或者怎么样 觉得我很自立 所以人家现在又回头了 你就谈过这两个男朋友 对 我觉得能给我对上眼的 没几个 这个算对上眼了吧 算是吧 听明白他那话的意思吗 明白 啥意思呀 还要我继续努力 是还要继续努力吗 他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呗 你打算结婚吗 感觉合适就结呗 为什么不结婚呀 什么样的感觉是合适 像这样的合适吗 起码我能说到一块 能交流到一块 你们俩还能说到一起呀 我没说我能跟他说到一块 我只是觉得他这人还不错 那这种人能托付终身吗 这个还不能确定 他不了解我 他不了解我 那就什么时候你了解了 什么时候再说呗 不是 那你 他连起码的结婚都不知道啥意思 主角的结婚就是两个人 就是既然好上两个人 就小姨去好下去 就是一辈子 这样一辈子还不疯了 一辈子要疯掉的 他都不了解你 跟他过一辈子啥意思 你让他了解你 他不用心了解 每天都跟你说一些吃了吗 你觉得他走进你的内心世界了吗 不是你关着门他进得去吗 我的门我觉得还对他现在还可以 就没怎么关上 只是他不想进来 那你喜欢他吗 就觉得他人好 人好 你至少不讨厌他对吧 对 那他算是能够结婚的对象吗 人其实挺憨厚的 心理也好 然后结婚嘛 我就觉得他不了解我 你怕结婚是吧 我不怕结婚 凭什么怕结婚啊 那你想让他了解你哪一部分呢 心里的一些东西啊 那你说给他听啊 你最希望他了解的是 听不懂 说了多少回听不懂 不不 你说东他扯气 不不 你说一下 我能不能听懂 你说一下 我们帮帮他行吗 不好意思 不想说 不想说 对 你这恋爱谈啥了兄弟 我觉得我已经就奋斗了两年了 两年时间不短了 但是你说 我好不容易确认男女关系 还是这样 我现在就说也是纠结 我到底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关键是 我没觉得你们确认了关系 你问了他吗 就你们俩确认了关系吗 当时就从 你现在问一下 你说你跟我什么关系 你问一下 你跟我什么关系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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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来错的地方 这是爱情保护的 我要是你 我撒牙子我就跑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从来没有真正有一个男人 成为你的男朋友 不成之间 就看你是否坚持 我也想跟女孩说两句 我觉得可能作为女人的角度 有的时候女孩 有一些想法 可能不愿意说出来 可能喜欢让男孩去猜 但是 我觉得男孩子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聪明的 她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世界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说你如果内心有不满 或者是你们遇到什么矛盾了 一定要说出来 你不说她永远不会懂 男孩我想问问你 你喜欢她什么 首先我就喜欢她那个 第一就是比较文静一点 第二的话她就是人比较善良 工作比较认真 这也是就特别符合我的个人要求 但是如果她压根就没看上你 她也可能现在跟你保持 朋友关系的前提是说 她觉得你人不错 但压根在精神层面 她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如果说迫于时间的关系 迫于你的努力 迫于她的年龄 她接受了你 和你住在了一起 但是心始终没在你身上 你能接受吗 这个我不能接受 好 如果不能接受的话 我给你一个很直接的建议 放开她 因为有的是爱情啊 真是要讲究感觉 有感觉在一起的爱情 才有可能发生那种化学反应 两年了 拉了手 都没有亲吻过 你觉得正常吗 甚至于我怀疑你现在已经爱上的 不是和她在一起 而是在说 你爱上了中府这种冷漠的这种过程 以至于如果她真的反过来 对你主动一些 你反而你就会想 哎 这里有问题 不对啊 你不是这样的呀 所以说压根你们俩就没有在一起的那个契机 我劝你 不要再继续盲目的去追了 挺可怜的 所以我劝你放手 为什么放手 因为放过一个比你还可怜的人 那就是她 表面上她高高在上 其实她非常可怜 她完全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 追求着所谓要找一个精神导师 等待那个男人破门而入 你自己都不敢走出你那扇门 你比她最可怜之处就在于 她比你勇敢 她比你主动 爱是要勇敢的说出来和做出来 人至少做 而你连做都不敢做 你太追求那种完美的爱情了 我不知道你看了什么书 接受了什么样的观念 我倒不一定劝你说一定要接受这个男人 我个人感觉 他压根就没在你的视野之内 他认为是男女朋友 你却执着的说是朋友 而你也不跟他直接的说明 只是采取默认 默认对他不负责任 其实最大的不负责任就是你自己 最终他因为他的努力 他醒悟了 他去追求自己幸福了 他找到了 而你还在自己那个门里的关着 还在活在自己那个小世界里 所以放开这个男人 你主动的走出你的那扇门 好吗 谢谢 谢谢陈老师 一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一个是寻常世界的凡夫俗子 你们之间怎么可能会有爱情 其实爱情是一门精确的科学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喜欢的话 藏也藏不住 不喜欢的话 装也装不出来 他总是渴望想给你做点什么 但是你总是百般的冷落的 就像那首歌词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因为白天不懂夜的黑 你口口声声说你要一个精神伴侣 但是事实上在生活当中 你总是需要这个凡夫俗子 像生活当中一个凡人一样的帮助 你家人病的时候是他帮你 这是凡夫俗子可以干的吧 你那个精神伴侣去哪了 当你需要他的时候 你总是打他的电话 你怎么不去要那些所谓的精神伴侣呢 我想说的是爱情首先是建立在凡夫俗子的平常生活 就是很简单的为你吃吃饭 暖不暖 饿不饿 孤不孤单 就是这些凡夫俗子该干的活 这就是简单的爱情 你别跟我谈什么精神上的爱情 那都是虚的 如果连平常生活当中普通的生活基础都没有 还谈什么精神爱情 虚无缥缈 我想跟女生说的是 如果你内心当中 但凡是对这个男生有一点点爱 就请你把门稍微开一点点 其实遇上一个百般能够容忍自己的男人 真的不太容易 任何精神层面上的吻合 一定要建立在生活当中的彼此依靠 也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到晚的柴米油盐酱醋茶 如果两个人没有生活当中的彼此 你为我做做饭 我为你端茶送水的话 那样的所谓的波拉图式的爱情 在我看来是不复存在的 但如果你这对他真的一点爱都没有 就麻烦你去追逐自己心目当中真正的梦想 就这样 我看这样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我说今天我们面对的到底是两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有你的固执坚持 你也有你的固执坚持 固执坚持挺好的 而且我相信如果女生心里真没这个男生的话呢 他也不会这么跟他叽叽歪歪的击歪了两年 是吧 心里还是有的 男生 今天如果他要再次告诉你说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我希望你能够坚强的走 知道吗 知道 女生 其实你那个门为什么关着 你害怕的是什么 你自己想一想 我倒觉得这男生不错 你觉得呢 最后特别想问一句话 你的心里有他吗 如果说没有的话今天不会来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乐了哈 剩下的时间给你们自己来一起进入黄金60秒 其实我们也就说两年多了 我就说想你一直这样 你能不能就说打开你自己的心 那就说比如说多跟我交流一下 我们两个互相就来分享增进自己感情 把这段感情走下去 我们已经两年多了 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 我没有想耽搁你的意思 我就是这样子 我不喜欢去表达一些事情 如果你愿意 你来了解我内心的一些东西 我随时欢迎 如果说你不愿意 你自己觉得很痛苦的话 那我随时欢送 我并不想去耽误你的时间 好 请两个 来 我们现在准备了三种方式帮助你 看一下大屏幕 第一种方式你可以求助现场观众 第二种方式你可以求助那个神秘的声音 第三种方式你可以求助 做一个选择 求助谁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现场观众 就看说我这要截止下去 还说可不可以 明白了 来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支持他坚持下去的选赞成 绝对不能坚持的选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你们这是得多坑给孩子呀 45.45赞成 54.55反对 基本等于没说呀 他们那句话的意思是你自己拿主 明白 好了 交换箱子 来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请 来 请关门 好 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